地面瓦砾残骸不断冒烟 马里乌波尔周三又被俄军疯狂的轰炸 这次连避难用的剧院都被炸烂 从剧院入口前后对比照来看 空袭前两天的卫星照显示 遭轰炸的剧院前后特别用俄文写下有小孩几个大字 希望俄军手下留情 没想到还是遭袭击 剧院这个避难所被轰袭前就击满逃难民众 剧院因为断电一片黑漆漆 根据报导当时里面至少躲了上百人 包含走道等空间通通被塞爆 还有小孩在哭 一周前这里的民众焦急求救 说他们缺水缺粮 只是轰炸后这些人生死未卜 另外马里乌波尔另一处被当成避难所的游泳池 同一天也被轰炸只剩断圆彩壁 美国资深国防官员表示 俄罗斯开战至今已经发射了超过900枚的飞弹 马里乌波尔民众好不容易逃到临近的 闸波罗热火车站却还是被轰 乌克兰消防员忙着拉水线灌旧 俄军也轰炸哈尔科夫一处市场 企图让民众断粮 附近一所学校也无能幸免 现场除了留有课本 还炸出一个大约四公尺深 半径八十公尺的大洞 教堂外墙满部署不禁的弹孔 乌克兰更多被摧残的卫星罩曝光 俄罗斯似乎没有收手的打算 乌克兰各地留下越来越多的战火伤疤 TV越新闻综合报导 虚弱的躺在病床上受访 因为俄军开枪攻击下 他的肋骨肺部还有膝盖都严重受伤 掀开脚上伤疤 回忆起当时还鱼记有存 俄军不断开枪攻击 全家人惊险逃难 好在一家四口都平安 两国交火越演越烈 类似事件天天都在上演 想到家乡遭俄军猛烈轰炸 妇人扔不住泪水 为了保命自己逃到了罗马尼亚 但仍悬着一颗心 因为准备在六月结婚的儿子 还在乌克兰战场上 车站内天天涌入难民 著名的乌克兰足球明星 社府秦柯提供自己在英国的住所 收留150位难民 让他们有地方安顿 给予最及时援助 俄武战争先起奈明朝 至少15万人逃到了德国 只是大多都是富人和台同 恐怕沦为不法分子的新目标 就怕人口贩卖集团 在难民最脆弱之际 假借提供免费的住宿 趁机拐骗 成了俄乌战火下的另一大隐忧 对不对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这一名女子玛丽娜 14号闯进了俄罗斯国营电视台 第一频道的直播间 高举反战标语遭到逮捕 理由是她教唆众人示威 组织未经批准的行动 被罚款3万卢布 约8000块台币 玛丽娜的举动还获得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称赞和感谢 呼吁更多的俄国人加入反战行列 但如今传出 玛丽娜不准联系亲属 也没有办法联系律师 目前的处境相当艰困 还可能面临最高15年的徒刑 俄罗斯独立人权媒体表示 自从乌克兰2月24号遭入侵后 估计有将近15000名的 俄罗斯反战人士被捕 镜头转到乌克兰南部的 卡霍夫卡水力发电厂 它是乌克兰南部最大的水力发电站 目前已经遭到二军占领 这座水力发电站 可以通过北克里米亚运河 向克里米亚半岛供水 2014年被乌克兰封锁 现在落入了俄军控制下 再度打开了克里米亚半岛的供水 TVB新闻张志明 陈向如综合报道 乌克兰军方公布最新影片 地面反坦克爆发射 雪地里的俄军坦克 瞬间爆炸起火 烈火浓烟飘到几十公尺高 另一段空拍画面 直接俄罗斯坦克连续被炮弹 袭击爆炸 连履带都狼狈脱落 乌克兰地面部队大反击 不过总统泽伦斯基 接受美国NBC专访 担心乌尔战争 会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远在莫斯科的普清 坚称俄军攻打乌克兰很顺利 普清话这样说 但是北约三国总理才刚搭火车 往返基辅 代表俄军连铁路这个重要战略资源 都没拿下控制权 俄军表现不如预期 也让乌俄和平谈判出现转机 乌克兰谈判代表说 接下来几天就可能达成停火协议 双方谈判人员正在起草 要给两国元首签署的文件 德瑞斯基和普清 接下来几天就有机会 面对面直接对话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